Omicron如果变成重症 它夺命的速度其实是相当快的 随着国内快速死亡案例增加 指挥中心在今天也公布了数据 确诊者发病之后死亡的统计 平均会在4.2天死亡 更有47%的死亡个案 不到3天就死亡 有专家就建议了 其实在感染了Omicron之后的3到4天 就是病毒的复制期 应该要把握这个时候 赶快提供抗病毒药物 要把时间从现在的发病5天之内 缩短到3天内 对此指挥官成容表示 目前没有限定给药时间 越快越好 另外对于重症的标准 他也觉得有点太严格了 将找专家讨论修改 国内确诊数连日下降 却几乎天天都有快速死亡案例 让外界后期 确诊者会在发病后几天死亡 或长位中重症呢 指挥中心也公布数字 以近期的统计资料来看 死亡日数的中位数是3天 平均4.2天 3天内死亡人数就占了47% 3到7天死亡则占33% 因此前机关局长苏毅仁提出 可以缩短给药天数 来减少快速死亡的案例 因为感染Omicron后的3到4天 是病毒复制期 要趁这期间让病毒量下降 就应该把提供抗病毒药物的时间 从发病5天内缩短到3天内 等到5 6天之后呢 病毒已经复制到一定的量了 这时候身体的免疫系统 已经开始启动跟它作战了 产生严重的发炎反应了 这时候吃这个抗病毒药呢 老实讲效果就会比较差了 我们现在并没有限定说到5天或3天 越快越好 能够就是快塞阳性 经过医师的诊断 然后立即就可以来开药了 除了尽快投药 也有专家认为病人端和医疗端都有问题存在 若是病人警觉性不够高 就容易没察觉到新冠症状 而救援过程不顺畅 也会让医护诊断延误 就怕一不小心 轻中症来不及治疗演变成重症 目前轻症无症状占了总数的99.77% 中症则占0.17% 重症占比却只有0.06% 比例已四偏低 我们也检讨我们自己的重症的标准 那有一点就视之于严格 就看国内专家投论结果如何 再做后续调整 让整体疫情监测能够更准确 记转中的报道